所以我蠻好奇說 你在這14天的防禦旅館當中 有沒有 就是真的每天都吃這麼好嗎 哈囉大家 今天我收到了全新的輪組 那等一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騎乘上的感受 這組Vision提供的Metron 45SL輪組 是他們全新推出的 特色就是他們這次的花鼓有全新的PRS系統的設定 所以在空轉的機率就下降很多 而且在這個框高45的重量也非常輕巧 非常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在45框高的這個高度 重量竟然跟同級別的其他品牌相較之下 輕了超級多的 這次的管胎重量只有1299公克 那如果是一般的開口胎是1373公克 所以是非常具競爭力的一組輪組喔 這組輪組的騎乘表現 在我剛剛騎的上坡路段跟下坡路段還有平路之後 就是在比較秋林地形的路段 我覺得是非常全能型的一組輪組 在上坡的時候雖然框高有45 但他不會有太拖泥帶水的感覺 反而是他的咬合性你會覺得不會踩空很多 那下坡的時候跟轉彎的時候 他的剛性表現又非常好 會讓你有非常穩定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阿凱聊聊 最近他的訓練表現 還有這組輪組在他使用上的心得分享吧 我們今天算是一個比較閒聊的主題 然後來聊聊最近都在幹嘛 然後準備什麼賽事這樣 我其實蠻好奇的 因為防疫旅館我看幾乎所有奧運選手回來 都是每天都吃不完的東西 所以我蠻好奇說你在這14天的防疫旅館當中 有沒有就是真的每天都吃這麼好嗎 真的每天都吃這麼好 然後每天還會有就是一些政府官員啊 組長啊會幫你加菜 或者是我還印象中還有新聞主播也有幫我們加菜 所以就很多很多好料的 那你在這14天過程當中有變胖嗎 就覺得這樣子吃應該不太行 所以我就要了體重計 所以就每天一樣就監控體重 然後就消夜啊還是下午茶 就都把它退掉 然後一樣就只來正餐 然後就看他來什麼 然後我怎麼吃就是客製一下 那你在這防疫旅館過程當中 會怎麼安排你的訓練 訓練是排什麼 訓練計畫我就騎 在訓練台上面的那個功率 可能跟一般道路來講還會有落差 不過就是盡可能的完成80%以上的課程 不過時間上來講 我基本上就是照著時間訓練在走 沒有改變 那我們來聊聊關於奧運的好了 就是在這次奧運當中有沒有 什麼樣的不管是賽事 或是在前面到選手村的過程 有沒有哪一件事情是你真的覺得哇超級印象深刻的 就一直測試啊 從在台灣就開始測試 到日本就是更多的測試 然後安排的動線不能讓我們跟一般的民眾接觸 好那這次如果用一個台灣的類似的路線來形容這次奧運路線的話 你會怎麼樣舉例讓台灣車友更認識這次奧運的難度路線 從北開始台三線到中部 然後中間在穿插幾座山 例如像到苗栗你就上個仙山 然後後來到台中可能往東四裡面去爬個天能下去之後 然後再往和換山的方向騎 一路都是起起伏伏這樣 哇聽起來就太可怕了 我聽說阿凱最近有收到新的就是45寬高的這個新輪組 那跟你之前過往在騎的其他寬高的輪組表現上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我剛開始拿到這個輪子的時候 我就因為非常的輕 它是45的 我之前有騎過30幾的那種寬高 可是它的輕度確實是跟30幾的 感覺我感覺上差不多 即使可能稍微重一點 可是已經確實是比55這一組還要輕很多 然後在騎乘的過程當中呢 確實在陡坡的地方 有更好的那種踩下效率 它花骨是全新的設計 它那個花骨設計我稍微去研究了一下 它那個就是你踩下去它有好幾個齒跟鎖在一起 然後還有它在巡航的時候 它會脫離一些東西 就是讓輪子會轉起來變得更順 我實際感覺起來是有那麼差一點點 然後它的後輪剛性也非常的好 主要來講應該這個花骨 我覺得它應該會提升它的壽命跟耐油度 了解 那如果以這樣的觀點來看 像這樣的輪組你會推薦給 像適合什麼樣的路線的車友來提供 來使用 其實它蠻全能的 因為它因為它是45 它的寬高是45 所以你在一般的那種起伏路啊 大起伏路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大起伏路就有點像說台山線 有好多段是那種 突然來個一公里的爬坡 然後下坡的這種大起伏路 蠻適合 然後再者 如果你體重超過65公斤以上 或是60公斤以上的話 我覺得它在讓你爬陡坡 例如超過8%、9%、10%這種爬坡 會讓你騎起來更有感覺 全運會的時候是公路賽還是七梯啊 公路祭祀賽跟公路賽都有 兩場都同一個路線啊 公路祭祀是在北海岸 沒有爬坡 所以你是兩項都有參加 有 但你是兩項都六連爆 沒有沒有沒有 公路賽是六連爆 但祭祀賽沒有 第13名 現在 有時候第一名 有時候第二名 有時候第三名 那我們最後再回來聊聊 就是在最近全運會的準備過程當中 不知道準備狀況如何 然後對於今年全運會有什麼期待的看法 因為我已經有去騎過那個路線了 其實我蠻訝異 因為很少會有爬到這麼陡的地方 對 所以這應該是我比過這麼多屆以來 路線算是蠻困難的前三名前兩名吧 因為它其實距離沒有長 可是它後半段 十公里的爬坡裡面 有六公里 有基本上四公里是非常非常多 蠻有挑戰性的 所以今年應該會很精彩 OK那就希望阿凱在接下來全運會的過程當中 可以順利拿到七連爆的這個 真的是應該是前五股人吧 我記得就算在田徑項目也好像沒有那麼多接的連爆 自行車在台灣的競爭 其實就沒有像田徑或是其他項目來得這麼非常的差距這麼小 自行車就是在台灣 你只要有練你肯用心 其實大家都有拿好成績的機會 所以就我來講因為我已經準備要挑戰第七連爆 我還是希望能看到台灣有更年輕的選手來出來 有這個 有這個樣子 因為這樣子銜接上來 以後才有更多台灣的選手在國際上面 也許可以拿到好的成績 所以這是我比較想看到的 好希望今年全運會可以更加的競爭 讓比賽豐富度更好看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拍一集 就是在各種輪組上面 不管是框高高的、框高低的 在各種路線上 到底要怎麼挑選 我們會繼續來請益阿凱 OK 那我們今天這集就差不多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人梁哲睿 他是阿凱 阿凱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即將這支影片最後抽出三位幸運兒 可以獲得阿凱親筆簽名的水壺之外 還有這個單車小包喔 你只要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 全能型輪組 我只選擇Vision Matron 45 SL 就可以獲得這樣的抽獎機會 我們將抽出三組幸運兒送給大家 ヽ ノ 我們拍照